宾城一座被艺术气息环绕的城市 在40到50年代是马来西亚的艺术中心 在这里也诞生了宾城艺术协会 一个从战前至今都见证着国家历史发展的艺术社团 尤其中国知名艺术家许悲鸿和宾城艺术协会第一任会长 洛青泉一节金兰为艺坛谱写了一段佳画 至今依然为人所津津乐道 在许悲鸿离世后 全世界借出最多属于这名中国现代画家的画都来自槟城 在这里也孕育了大马第一代画家 杨曼生 蔡天定 郭若平等人 成为了槟城艺术界的住处 我们有一个故事 不只是这个一个画家的故事 而且槟城是马来西亚的艺术启发点 那是有杨曼生 蔡天定 郭若平 这些都是在槟城出生的 所以我们要把槟城这个故事重稿起来 给它在世界上有一个知名度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一些艺术的活动 为了重新诠释槟城故事 槟城将在今年尾发起一场史无前例 为期四天的盛大艺术盛会 槟城国际艺术高峰会 涵盖四个主要艺术项目 也就是艺术峰会 艺术博览会 艺术拍卖和艺术晚宴 主办方希望艺术不再只是孤方自赏 希望能借着艺术 教育 商业和旅游领域的力量 互相成就 不只是做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 bending 一个画画的展览会 我们在做的是一个ecosystem 一个艺术和商业的生态 艺术 商业 旅游和教育的生态 互通的生态 那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要做到这个成功呢 这样呢 我们才能吸引东南亚 亚洲 这些人才能当兵成 在艺术上 在商上和旅游上的一回事 这一场艺术盛事 将在一个超过25000平方英尺空间开展 同时也汇集世界各地艺术家 策展人和艺术爱好者 希望打造成亚太区重要的艺术平台 我们现在已经发函邀请了几个 很资深 也很特别的演讲者 一个是从印尼的巴阿利 巴阿利在艺术收藏界 艺术推广界 艺术拍卖界呢 是数一数二的佼佼者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一个囚犯 他做过劳 可是现在是个艺术家 很成功的艺术家 我们也请他来 要他跟大家分享 艺术的推动力 艺术的创建和 the power of collaborating with art to move forward 顺便做一个艺术展 就是给邻近的 有泰国的 印尼的 新加坡 菲律宾 台湾 香港 一些艺术画廊也来办展 我们现在也在请 K11的一个负责人过来谈 因为K11大家也知道 现在在矿场里面 也带动了很多艺术的走向 主办方如今也在和航空公司 酒店和邮轮公司洽谈 只要乘客携带登机卡 或酒店房卡到场 便能免费进入 此外 学生也获准免费进场 他们放眼会吸引 6000到1万人参与盛事 并希望能向伦敦和威尼斯 艺术双年展 或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一样 大放光彩 11月9号到12号 欢迎你们到槟城 携老带幼到槟城来 旅游也参加 超越当代 槟城艺术高峰展览会 到时见